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卫问说 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 我要因约纳丹的缘故向他施恩 扫罗家有一个仆人 名叫喜巴 有人叫他来见大卫 王问他说 你是喜巴吗 回答说 仆人是 王说 扫罗家还有人没有 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 喜巴对王说 还有约纳丹的一个儿子是瘸退的 王说 他在哪里 喜巴对王说 他在罗底巴 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加里 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 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加里 照了他来 扫罗的孙子 约纳丹的儿子米妃波舍 来见大卫 伏地叩拜 大卫说 米妃波舍 米妃波舍说 仆人在此 大卫说 你不要惧怕 我必因你父亲约纳丹的缘故 食恩于你 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 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 米妃波舍又叩拜 说 仆人算什么 不过如此狗一般 静蒙王这样眷顾 王召了扫罗的仆人喜巴来 对他说 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 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 你和你的众子 仆人 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妃波舍 耕种田地 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 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 喜巴有十五个儿子 二十个仆人 喜巴对王说 凡我主我王 吩咐仆人的 仆人都必遵行 王又说 米妃波舍 必与我同席吃饭 如王的儿子一样 米妃波舍有一个小儿子 名叫米家 凡住在喜巴家里的人 都做了米妃波舍的仆人 于是米妃波舍 住在耶路撒冷 常与王同席吃饭 他两腿都是瘸的 米妃波舍才刚出生 爸爸就为国捐吃了 这也间接导致了 米妃波舍的残疾 当时的人们普遍缺乏理解 所以都会对残疾人士 感到恐惧和排斥 但是大卫却一点也不介意 米妃波舍的缺陷 他爱米妃波舍 并且接纳他 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 更常常拨出时间 和他一起吃饭聊天 慢慢了解他 相信这 让从小失去父亲的米妃波舍 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亲爱的朋友 大卫不止爱天父 他更把天父的接纳 和爱活了出来 尽力地去爱身边的人 今天邀请你一起来想想看 你的身边是否也有 正需要温暖或支持的朋友呢 相信当你出发去爱 去关怀的时候 就有一个灵魂将不再孤单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总是以你的爱 来充满我 我也要带着你的爱 去关怀更多的你 所爱的孩子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 带着爱 让冰冷的灵魂 得着温暖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 耶稣爱你 为爱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